Lio聊世紀聽聽中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漫遊戰士盃2的比賽 這張地圖開局中間有非常多的野豬 中間是沼澤地帶 右邊我們可以看到對手印度斯坦人開在了下面 這場比賽是天空熊 結局的台灣高手 天空熊他最近也在參加漫遊戰士盃2 我們台灣的TAG選手都已經陷在晉級當中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天空熊這邊的狀況 我選了一場我最喜歡的文明 波蘭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也可以說是天客局 通常我自己玩波蘭遇到印度斯坦人的時候也是 不知道怎麼打 所以我就很好奇 天空熊到底要怎麼用波蘭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我們先來解說一下波蘭人的特色 是他的大莊園可以在旁邊灑下農田 立即獲得8%的食物 波蘭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波蘭一騎兵跟縱裝騎士的路線 縱裝騎士只要點一下銀罐就有貴族特權 騎士一隻只要30%相當便宜 波蘭人他的弓兵是ok的 是有三級色的 也有縱裝馬弓也可以使用 而且都有拇指都蠻舒服的 波蘭方便有三攻三防 打劍兵勇士是正常的 但是沒有輪甲通常都是打戰錘兵比較多 整體來說波蘭人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但是什麼都有 但是能力有些是被削弱的 但後期也有火炮跟工程工程師 也有救贖思想475還有印刷技術 後期該有的生旅科技都會有 來看一下印度斯坦人這邊的科技狀況 印度斯坦人特色是他的帝王沃陀 攻擊速度特別快 而且血量非常多 後期可以轉出印度火衝 讓火槍兵射程非常遠 變成狙擊火槍兵 非常麻煩 印度斯坦人也有劍兵勇士 但是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保兵單位是古拉姆 古拉姆是一個移動速度快遠防高的步兵單位 通常是來克制工兵單位的 天空熊這邊用一隻馬 想要卡住印度斯坦這邊的野豬 但是沒機會 那對手這邊也在卡 兩邊都在努力的把野豬卡死 不要讓對手把野豬拉回家吃 前期開打的部分 還是要專注在這個野豬身上 那這張地圖黃金其實算是蠻多的 可以看到這邊 道圖地圖上都是黃金 黃金資源可以看到是 擁有五萬一的資源量 非常的大傻幣 錢超多的 但石頭部分就比較正常一點 只有九千八億了 這個也是有可能想要讓地圖平衡 不要讓大家一直插塔一直爽 還是要多靠自己的部隊去做交換 那中間這個地帶呢 是比較尷尬的地方 這個中間野豬吃完 通常都在中間打架會比較常見 前期還是要在家裡把自己加給圍好 天空熊來這裡把自己加給圍好 這邊是沒有打算要圍到底 這裡並不知道左邊就是大量木區 這邊是直接圍了這樣子 看到木頭連過來就好 用有限的資訊去圍家 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不要一直預判說 我這邊可能會有木 我這邊可能會有什麼樹 然後一直越往越外圍 結果到最後圍不好 就炸裂了 圍得越小 其實越安全 這邊對手印度斯坦人 想要卡這個馬 殘血了 天空熊的馬 這邊還在卡 卡一下頂到一下 再頂 有機會頂死嗎 結果天空熊的馬被受死 差一下 哇 這個聰明殘血活了下來 兩邊都在瘋狂卡野豬 但是沒有關係 這邊 前期的馬事情做完了 但這邊天空熊有一點可惜 因為現在的野馬呢 是可以自己去探圖的 所以這邊對手活了這匹馬 他的地圖資訊優勢就會很大 天空熊這邊就會看起來一片黑黑的 所以我覺得前期送掉這個馬 是有點傷的 好 那來看到天空熊這邊 已經升級到封建時代 印度斯坦這邊 似乎是想要打直層 媽 這個地圖打直層 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他這個野生動物的資源 其實蠻多的 後面還有這個鹿可以吃 那前期呢 可以多吃這個野豬 那這邊已經灑下農田 26P加2 哇 看起來真的是要直層 好 天空熊這邊是打一個封建 肉馬 好 以上去點了一級農田 一級伐木 現在沒有補 這邊伐木先不補 先點農田 OK 農田趕快賞 那不補這個一級伐木的話 肉馬就可以多安一隻 是沒有問題的 天空熊這邊過來了 看到這邊 槍兵過來 你補軍營 但是印度斯坦是要直層 天空熊 天空熊 並不知道右邊就是牧區 地圖 掃了這匹馬 就不知道右邊 是牧區了 很可惜 這邊用肉馬趕快打 那對方算計時間 是需要一段 算計時間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所以 這邊天空熊用肉馬 可以做到蠻多事情的 還結果被戳到一下 小虧 好 好 家裡為石 看到對方上直層 沒有打傷就去爆兵 決定也轉個直層 好 後攻對方 打封建 家裡為好 那這邊一級伐木 可能就不會點了 趕快先升城堡師帶 兵工場補下馬就有了 待會就缺個300肉 這裡趕快撒農田就可以了 好 現在對手印度斯坦人 已經點下了城堡賽 天空熊家裡 農田已經撒得差不多 好 再撒一個 一級伐木點下了 天空熊現在肉的部分 還有缺100多肉 好 差個時間大概差了一分鐘 現在這裡也沒有補4級去做買賣 好 升上去 那點下城堡師帶之後 天空熊這邊有個分子可以走 就是去挖石頭 點貴毒特權 然後轉城堡這樣子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去挖石頭的話 也會蠻傷經濟的 如果不挖的話 好處是可以直接上3TC 挖的話就變成單TC爆馬 這樣子的話其實風險很高 如果對方走過3TC的話 經濟可能就完全追不上 而且如果貴毒特權又沒打到東西 基本上就是直接自我毀滅 所以這個打法是比較少見的 天空熊這邊是決定 應該是要3TC開弄 然後把家裡給圍大了 然後突然發現家裡其實可以圍大 這邊就不用了 好 那現在天空熊肉馬還在了 把地圖看得差不多了 好 把對方野馬砍死 天空熊肉馬 這邊是決定開了城鎮中心 哇 要是這個TC再往後開一點 沒有被天空熊看到的話 就還OK 但是應該是還是看得到的 如果他往外圍的話就看不到 好 右邊看到對手開TC 自己家裡補了一個城鎮中心之後 準備要投車打破這個防線了 好 好 對方駱駝出來了 駱駝一挑三砍死了 一挑四砍死了一匹馬 OK 殘血的拉回來 後面 待會再按個修道院 幫這個駱駝補個血量 內伊多斯坦人呢 打這個生頭戰術也是OK的 跟波蘭差不多 一樣也可以用475救贖思想 好 駱駝稍微反擊回去 那現在 波蘭人出肉馬 是完全打不贏駱駝的 除非輸量過多 還有二級 二級攻才有可能 好 直接一個手 手撕駱駝 哎唷 天空熊秀起來了 這個操作 駱駝怎麼被 輕騎兵 打到頭破血流呢 那現在 波蘭人的輕騎兵升級 跟平走 都是半價的關係 在前期 省下150肉 讓他變成肉馬 開啟機率非常高 好 來看一下這一波 好 波蘭這邊城鎮中心 開打 靠了一下 第二把自己開 第三把 現在慢慢 把對手給圍死 還補了房子 不讓對方出來 連頭死車可能會從這邊滴出來 那天空熊是希望可以在這邊 專心對戰 OK 肉馬的血量補了起來 駱駝這邊血量也再慢慢補 好 天空熊順利開下了3TC 這裡木槍不點掉嗎 這木槍有點擋 原來波蘭是需要大量空地去補下大莊園的玩法 在這邊大莊園能不能去補下更多一點 所關鍵 好現在印度斯坦也是3TC 一層村民術領先10隻村民 但是波蘭的種田之力 好開始慢慢的把這個經濟差距給縮短 好 肉馬上去直接點掉 頭實測 天空熊現在 清洗病的數量 有的慢慢補 看到這手駱駝開始慢慢變多 生旅可能也要一直按 現在只要有生旅 印度斯坦的駱駝就不敢直接上前 那印度斯坦這邊的駱駝 趕快去轉出清洗兵 先把對方的生旅解決掉 駱駝就可以開始無雙了 所以天空熊這邊是很害怕對方的清洗兵的 你這個要硬上不是吧 要被招了 哇這個印度斯坦操作剛剛有點怪怪的 哇頭死車又要被抓 趕快拉村民過來 硬修天空熊直接上 不管 哇又抓掉了一台頭車 天空熊這波好戰好戰 既然天空熊 清洗兵配生旅投車給壓力 那印度斯坦這邊漏馬要趕快按了 按個五六隻 天空熊可能就會有點危險了 剪下了一弓 印度斯坦這邊要趕快爆兵了 農田要趕快灑了 哇又開TC 這個有點偷了 好 點下了虔誠科技 波蘭則是點下了重裝長槍兵 欸天空熊這邊細節打得很好 因為波蘭人是沒有大槍兵的文明 所以往往 遇到駱駝火的時候 大家會選擇重裝騎士硬卡 但我覺得即使只有重裝長槍兵 還是得出 因為槍兵 既就對駱駝還是很好用 好 而且如果轉槍兵的話 待會地龍師帶要轉戰錘兵 也可以接續這個防禦 整體來說 我覺得轉槍兵 並不是一個太蠢的選擇 而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這邊清洗兵過來 直接突破防線 天空熊把三隻清洗兵留到後面 但是還是順利招降到了 兩隻駱駝嗎 好是一隻駱駝而已 結果前面的清洗兵 直接被駱駝砍成白癡 哇吐了 天空熊現在這一波有點虧 投石車還在砸 但是看起來快要砸不贏 爆開 右邊就再炸了一次 天空熊後方的駱駝 哇靠這個投石車砸了很多單位 六隻單位 有軍五酸三隻 是自己人 快停火 天空熊這一波 有點煩打回去了 槍兵再出來 駱駝打不贏 槍兵一出來之後 這裡清洗兵配肉馬 這個打法非常的凶狠 天空熊這邊可以考慮 要不要在野外也開個城鎮中心 印度斯坦這邊的村民相當便宜 現在這個雪球快要滾起來了 直接手撕 漂亮 那現在是82村打88村 天空熊這邊三隻清洗兵 開始輸出 又抓掉了一村 印度斯坦這邊駱駝數量不太夠 那遇到對方轉重裝長槍兵的情況 印度斯坦這邊也可以轉弓兵 現在轉弓兵的話有點為死已晚 那其實印度斯坦這邊轉弓兵的話 清洗兵長槍兵Sandry都會比較好處理 那現在轉兵對印度斯坦來說 不是那麼符合經濟效益 畢竟帝王世代是沒有強弩的 而且這個時候已經4TC 32分鐘 快要升帝王 所以這邊可能印度斯坦要暫時 會用駱駝先在家裡守著 然後看要不要轉個機會 轉個弩炮頭車 稍微防一下 然後帝王世代轉個火槍 才有可能打得回去了 好 天空熊現在這邊節奏打得很好 讓對方一直有壓力 沒有辦法安心的農 好這邊衝車還讓槍兵上車 現在衝車可以來到6個人 以前是4個人而已 可以裝載到6個人 相當不錯 世紀帝國近年來的改動 讓這個遊戲越來越完善 平衡心越來越好 好 來看到這一波槍兵往前 上面乘客小弟下來打人了 槍兵開戳 小弟繼續往前 搞掉駱駝 這個城堡蓋得起來 好 收穿 但是衝車三台在底下 現在這個版本 衝車 撞擊的傷害很高喔 這一波 有機會嗎 駱駝拉走 但是就意味著 沒有辦法保護衝車 三台衝車 三台衝車 最後倒了一台 還有兩台 還能夠繼續輸出嗎 這邊清騎兵感覺是不能撤退的 只要一旦撤退了 裡面的聰明就會來手撕衝車 好這邊再來嘗試 但是衝車的血量有點殘 通死車出來砸掉了一台 天空熊要一拿的話 肉馬將會全部損失掉 但是不打又不行 這一波天空熊打得很好 但是 城堡應該是拿不下了 最後剩下776滴 天空熊這波衝得很好 電用時代可以補下了 這裡趕快挖石頭出來 城堡補在中間這個位置 或是可以補在這個位置 稍微守住一下門面的部分 或是補這裡也可以 這裡都很適合補 這裡補一個 這裡補一個 或是這裡也補一個 三根堡守門面 好那現在天空熊 電用時代點下了 現在城堡會殺在哪裡呢 結果印度斯坦直接走馬公路線 那就漂亮了 電用時代是有馬公 也有拇指環 跟波蘭德 馬公是一模一樣的 一樣是沒有這個 但是他有三級工兵鎧甲喔 但是這樣子 印度斯坦的馬公 可能會比波蘭更好 好那現在印度斯坦走馬公路線 那意味著他很難上帝王 那天空熊這邊抽雲速已經領先非常多 剛剛這一波之後 印度的經濟已經落後了 哇4000多的資源 波蘭的經濟真的是非常噁心喔 喔 結果蘋紅熊這個城堡往外插 插得比較激進一點喔 好那我覺得這個位置很不錯 這種前一點還可以空到石頭 那目前看起來天空熊是十拿九穩了 後期呢波蘭人 只要經濟好起來 印度斯坦經濟起不來 好去穩了 好那現在天空熊點下了一級射 二級的鑄鐵技術 好也拿了 現在二攻肉麻傷害很不錯囉 已經有九點傷害了 那待會再轉下 鳳莊騎士 或是打這個寶兵 那不是寶兵 烈克提克遺產 大洛瑪 那現在大洛瑪的話 肉類只要半價升級喔 所以波蘭人的節奏相當好 可以看到波蘭一騎兵的肉 只要300塊 好那這裡存了1000塊的波蘭人 天空熊 是要升大洛瑪嗎 好一升上去 點下大洛瑪的升級 哇那這邊待會 烈克提克遺產 也可以馬上補下了 這樣大洛瑪的升級就完全了 那波蘭人的肉麻呢 也是世紀帝國裡面喔 傷害最高的肉麻 用擴散傷害效果 而且還有這個波蘭一騎兵的特殊升級 傷害整體多高了兩點 還有額外傷害的效果 重點呢 波蘭的肉又是非常多的文明 指出肉麻也很可怕喔 那這邊印度斯坦人要擋住 最好的辦法就是指出駱駝 那馬公的部分 要不要出就看情況了喔 那我是覺得現在印度斯坦人這邊 帝王世代上去有駱駝 趕快升到重裝駱駝才行喔 因為一般的駱駝現在要打贏 這些波蘭一騎兵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波蘭的破散傷害的效果 只要對方的海甲越不弱 傷害就越高 所以印度斯坦這邊的駱駝 其實蠻害怕落馬的這個破散傷害的效果 好那現在波蘭人三幾射已經點下 正面的部分肉麻溜的進來 好這裡牧場補了一下 不要讓天空雄的肉麻溜進來打家裡 印度斯坦這邊打的還蠻漂亮的 有守住 這一波的進攻 馬公這裡 過來臉上撞 結果馬公直接被大肉麻吃光 天空雄這邊肉麻爆打得很好 後面再轉強弩 但是我快要升級上去 其實閃電力買賣一波 想要升帝王 城堡打帝王很痛苦 但是感覺天空雄要趕快一瞬間帶走對手了 印度斯坦里現在一片狼藉 雖然駱駝還可以稍微能擋 但是帝王時代的波蘭人太可怕了 雖然還沒有點下金冠 烈克提克遺產 但是現在就已經把印度斯坦打到頭破血流 天空雄太猛了 這個天克局還可以打成這樣子 相當不容易 印度斯坦比較害怕的就是弓兵 但是現在有肉麻的保護 普拉姆也沒有辦法登場 只要天空雄轉出了弓兵 馬公駱駝都會被射穿 天空雄這邊轉兵打得非常好 強弩配大肉麻 直接把印度斯坦給射到爆炸了 前面完全擋不住 駱駝一隻一隻的打笑 大肉麻繼續往前補 這時候天空雄才點下了三攻 探索出來 印度斯坦打出了GG 我們聽起天空雄 拿下比賽勝利 天空雄這個波蘭人打得非常漂亮 看了十分感動 印度斯坦這邊 明明是一個大優局 文明優勢局 卻被天空雄按在地上打 甚至說我們台灣的選手 還是非常頂尖的 大家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天空雄拿下 食物木材的勝利 食料也是贏了一些 黃金輸了一些些而已 但不管怎麼說 天空雄前期就只有 那個馬送的比較虧之外 後面節奏是打得相當好 尤其是這個輕騎兵 斬中裝長槍兵 這個細節是很多玩家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會忘記捕 中裝長槍兵去做防守 所以導致這個節奏很容易被對方帶著走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